東方是穿著綠色衣服的 全白右攻左的就是作客來到香港比賽的獨賣 嘩,厲害了 這個球看到羅繼華連過幾關 給過來和仔 和仔斬了頂頂來這邊 但是球證先吹佛在先 因為譚拔士推推對方的中路手仗 和仔這個球都出得多厲害 最先由這個羅繼華連過幾關之後 掃板甲撞過來右邊 和仔控定馬上把球放過來中間 譚拔士進去 似乎球證是吹佛譚拔士的 譚拔士這場球 剛剛在潔志轉會回來替東方效力 賽前經過一番議論之後 准許譚拔士上陣 戰果維持 勝負的戰果不變 譚拔士上陣 雖然有多少遺例 因為遲了報名 但是東方沒有被罰錢的危險 所以派譚拔士上陣 看看客軍的一次攻勢 護重折甲 有一彈先彈過來中間 這個比斯伯是好波之人 扯過來右邊從後趕上來 加藤膳枝一射就射失的 好,東方進攻 力臣一下後抽 譚拔士拿到了 一個回送給力臣 扣過了,進了禁區了 右腳咬回來中間 橙橙流了 這個張金華的左腳計證 就是五腳龍的張金華 這個球就調高了 如果蓋下這個球應該是有機會的 再看看 力臣拉過了對方的盧心 接著扣過來中間 中路手上的大漏 張金華還不到 可惜左腳一射就射高了這個球 這場賽事獨賣有六個日本各腳 沒辦法來參與這個比賽 看回這個比賽馬 這個動篩很厲害 這個球一射一射 一射一射的球 這個球影是巴西的外援 曾經入選過巴西國家隊 在90年世界盃 去到意大利比賽 不過是後備來的 沒有上陣的 但可以看到這個腳塊 一射一射很精彩 後面又有機會了 這次這個球也沒辦法了 力臣硬用左腳 是硬起腳的 沒辦法 等球下來就是踢 因此我們先看回這個球 張金華是從左路送過來的 中間一側側過來 和仔一側側過來 側得很漂亮 但是力臣比較黏腳 這個球 沒辦法可以拉到攻射 比較近的球 射不到 力臣今屆的水準也表現得不錯 好, 看看這個動篩方面的進攻 這個就是騰吉順次 這個球射 你看看, 湯德賢以為這個球出界 想我走去撿球 怎麼知道這個球原來射中處角 看飛斯麥這個球又連過兩關 再起腳 但是沒有了, 最後被人解圍了 剛才這個球 這個球, 騰吉順次這個球 如果進了 三分鐘, 湯德賢 撿球出來也不知道什麼事 獨馬又有攻勢 甘者又為省眾人 沒有了, 這個攻勢 之後… 我們看看這個球 騰吉順次一扣扣 射到湯德賢上去撿球 這個球如果中 就是從網撿出來 這個球射的角度其實很刁鑽 他幾乎好像是出界 但是剛巧就撞出來 東方也說有少少暈 這個球衝門了 蘭白雪衝門 和菊池伸吉的撞在一起 亞洲竹雪規定 這一支參賽的球隊 只可以最多派演三位外援上陣 東方的張金華和湯德賢 這兩位球員才有機會出場 高球進來, 阿布良質頂到中間 這個球員也比湯德賢上去 湯德賢上去 湯德賢在本地的連署裡 基本上沒什麼機會上陣 但是去年, 季尾 東方對八庭的表演賽 他上陣就有好好的演出 東方的統帥對他也很有信心 阿布良質這個球進去禁區 單止是鑽明, 然後起左腳石 湯德賢不知為什麼 對日本的球隊零有信心 這個球員也比他 是用左腳擋出來 上陣基本上他就投降了 手就放不到, 這是地球 他也沒有試過落地 左腳擋出 都算是可以把這個射門瓦解了 相當夠運 這個球在東方不輸, 很夠運 湯德賢那隻 巨肉就是這樣 把這個球撈出來 好, 歷神一位高球 譚拔是第一次投錘攻門 頂中了 但是客軍的隊長搜門員 谷池新吉也身手好敏 看來, 苦了苦了苦 譚拔是跟對方爭頂之下 仍然被譚拔是頂到 但是這個谷池新吉也跳到盡 立了這個球 這個倒掛厲害了 省澳的吉田順志 這個倒掛如果掛中 湯德賢有很久沒空了 大家看到第三位的位子 現在指手滑腳這位就是包圍